你好,这里是喜马拉雅天天听好书,为你一网打尽全球好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疯传,让你的产品、思想、行为像病毒一样入侵》。作者是乔纳伯杰,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教授。 这本书中,作者向我们介绍了这样的概念。过去要让一个产品流行,主要靠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价格或者打广告。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的交流信息的速度变快,借助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也能让产品或思想快速传播,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从而赢得海量的用户。 相较于传统方法,这种新的传播模式完全依靠用户的口口相传,所以成本低更有说服力,传播更有针对性。 一旦让人们主动传播你的产品、思想和行为引发疯传,那么你的产品和思想、行为将成为流行获得巨大的成功。 怎么才能引发疯传呢? 乔纳伯洁认为,有六个关键要素扮演着积极的作用,分别是社交货币、诱因、情绪、公共性、实用价值、故事。 这六个要素的英文首字母是STEPPS,因此本书的疯传法则也被称为STEPPS法则。 在作者看来,包含这六个要素的产品、思想和行为更容易获得广泛的传播。 疯传在2014年出版之后,被迅速地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在全球热销近百万册,受到一众互联网精英和市场营销人员的热捧。 因为这本书并不是一本枯燥的学术著作,倒像是一本妙趣恒生的传播学实战手册。 甚至可以说,目前各大公众号、微博大V、病毒视频制作者们制造爆款的秘诀都源于这本书。 接下来,我将为你解读这六个关键要素。 首先来看第一个要素,社交货币。 为什么人们热衷于信息传递? 第一,因为交谈是人与人社交的基本工具,而交谈需要话题。 让我们想象,一个话题借助人与人的交谈进行传播的过程,是不是很像一张纸币被人们递来递去呢? 没错,话题就是人们用于承载信息形成交流的社交货币。 而在与人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传达了自己的所想、所爱和所需,进而构筑了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 在潜意识里,为了获得一个这个人很有趣、有爱、很聪明的评价,我们就热衷于寻找并传播那些有趣、有爱、有见地的信息。 通过支付这一类社交货币,我们买到了别人的好评。 如何铸造社交货币呢? 我们要使用这样的几种原料。 原料一,惊奇与感动。 为什么是惊奇和感动呢? 因为这两个词汇恰与我们生活的反面,与我们平凡而单调的日常形成了对照。 真实的生活当中并没有那么多的意外,没有那么多令人落泪或激昂的时刻。 所以令人惊奇或感动的信息就成了照亮昏暗生活的星光。 只是偶尔一闪,就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所以人们热衷于传播包含惊奇与感动的话题,不仅仅因为这样的话题更容易吸引别人的注意, 还因为抛出这些话题的自己,也在无形中被惊奇与感动的魔力笼罩,具备了不同寻常的吸引力一样。 大家还记得苏珊大妈吗?2009年的英国达人秀上, 这个奇貌不扬的中年妇女凭借天籁般的嗓音和美妙的歌喉一鸣惊人, 一一首《我曾有梦》征服了所有的观众和评委,成为当年互联网上最热门的话题。 正是惊奇与感动引发了人们的传播,让一个普通人在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原料二,挑战和炫耀。 人人都喜欢挑战,为了获得奖励,人们会接受许多看似毫无意义的挑战, 有时候甚至不需要任何奖励,光是战胜挑战时的快感,就足以引人沉迷。 而要利用人们热衷于挑战的心理,可以从以下几点出发。 一,精心设计难度和奖励,能让用户从中获得成就感。 二,放大奖励,让用户能够借此炫耀。 三,刺激用户间的相互攀比。 航空公司在很早以前就发现了这一技巧的价值,他们推出各种积累里程的服务,吸引并抓住用户。 根据用户积累的里程不同,飞行的次数,频率的不同。 航空公司会热心地告诉用户,您已经达到了什么等级,获得了什么头显, 还需要再积累多少里程,就能升入下一等级。 这种目标明确,报酬明确的游戏式设计,让用户很容易沉浸其中。 对不同等级的用户,航空公司提供不同的待遇。 从标志身份的特殊卡片,优先登机,免费升仓专属休息室,专门的登机通道,到专人的专属接待。 各种会而不费的待遇,让用户感觉自己所有的付出都获得了回报。 而更妙的是,这一切都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不论是被空乘人员当作贵宾接待,还是越过等待的人群从特别通道登机, 这种我有你没有的特殊待遇,能为客户带来无以伦比的满足感。 刺激用户对外宣扬,也刺激了旁观者的攀比心。 原料三,稀缺和专属。 稀缺和专属是指产品的数量有限或满足特定要求的用户才能获得产品。 这两种手法被用于现代的商品营销。 因为商品的实质先且不论,只要难以获得,就能拿来吸引用户的注意, 让人以为产品很受欢迎,进而相信产品值得购买。 更重要的是,如果有人买到了这个产品,会觉得这个产品格外新奇,珍贵或具有额外的价值。 而拥有这个产品的自己,更是与众不同。 他会告诉别人自己获得了这个产品, 因为拥有这个产品能让他看起来更加的优秀,更加新潮, 从而更让人羡慕。 而在这一过程中,产品就获得了宣传。 例如知乎,创建之初就执行邀请制, 只有少量受邀请的用户才能加入知乎,提出或回答问题。 高质量的用户和回答,以及这种精英社团的范儿, 让获得邀请加入知乎成了一件可以炫耀的事。 于是种子用户纷纷邀请朋友加入, 而未获邀请的则绞尽脑汁想要挤进来。 知乎就这样获得了用户的免费宣传。 在互联网圈子里, 把稀缺和专属这一招玩得最溜的大概就是小米了。 小米早期时, 每次发售新品手机都限量限购, 并向忠实用户优先发售。 米粉们对此是甘之若疑, 甚至把这当成了小米的传统和米粉高度忠诚的代表。 接下来我们来解读产品思想疯传的第二个要素, 诱因。 我们每时每刻都会接受大量的信息, 有些信息从眼前流过, 有些则会沉淀在脑海中。 直到偶然的情况下, 某些刺激物会瞬间激发沉淀在脑海的记忆, 这些刺激物就是诱因。 1997年的夏天, 生产M&M巧克力豆的马仕公司, 发现他们的产品销量突然大幅上升。 经过一番调查后, 他们发现, 美国航天局发射的一艘飞船刚刚抵达了火星轨道, 并将一个名为探路者的设备放到了火星地表。 这一事件引发了大量的媒体报道, 而马仕公司的英文名字恰好也是火星, 因为有更多的人关注火星这个关键词, 马仕公司的巧克力豆也因此销量大增。 但飞船登陆火星这样的事情, 毕竟不是每天都在发生。 如何让信息长久地受人关注并引起传播, 这就需要异于理解的思想和观点来诱导人们的行为。 简单来说, 火星与巧克力豆这个案例向我们揭示了关键词的作用。 如果你的产品与人们经常接触到的某个词汇或字眼关联, 那么人们每次在听到这个字眼时, 都可能联想到你的产品。 例如有一首名为《星期五》的歌, 歌曲并没有什么新意, 但每到星期五时, 它的搜索量和播放量就大幅上升, 让这首歌成了2011年全美最流行的歌曲之一, 在视频网站上的播放次数超过了三亿次。 二,关联行为。 除开在产品概念中加入特定的关键字, 还可以将产品或思想与用户的某种行为或习惯关联。 例如,奇巧巧克力曾大力宣扬喝咖啡时最适合来一块奇巧巧克力。 通过建立喝咖啡与奇巧巧巧克力的关联, 产品的销量在两年内上升了38%。 同样, 还有一打口香糖在广告中反复强调的饭后嚼一嚼, 也是在与用户吃饭的行为建立关联。 通过反复向用户灌输信息, 建立起行为关联, 就会让用户在日常生活时常常联想到产品, 从而增加产品被使用、被传播的机会。 三,关联形象。 相比文字或概念, 视觉符号更简单直接, 如果能将产品和信息与视觉符号关联, 就更容易触发记忆,引起传播。 大多数的品牌都会有一个简洁明了的商标, 有些品牌的视觉符号甚至只是形状乃至颜色。 就像可口可乐的红罐子, 中华牌铅笔的墨绿色, 而加多宝与王老吉的包装之争也正是源于此。 做得再深入一点, 就是将整个公司的品牌用这个方法来进行包装。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所有迪士尼电影的开篇都是迪士尼城堡, 不是米老鼠或唐老鸭, 不是迪士尼几个大字, 而是在漫天的烟花下的城堡。 要知道2016年, 迪士尼的营收中有30%来自于迪士尼乐园的各项收入, 但乐园属于度假消费。 谁会闲着没事, 天天想着要去迪士尼乐园度假呢? 迪士尼干脆就把乐园具象化为城堡, 然后把城堡的标志放到了所有的电影开头, 让你看到电影时就会受到感召, 我想去城堡逛一逛。 让产品思想疯传的第三个要素是情绪。 人是情感的动物, 在社交过程中, 人们无时无刻不再向他人分享自己的情绪, 因为人类天生能够理解他人的感受并产生共情。 情绪的分享也帮助人们维持并加强了自己的社会关系。 因此, 带有情绪的内容和能激发情绪的内容, 天生具有极强的社会传播性。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首先传播的是愉悦感。 看看朋友圈, 人们发表的状态大多是令人愉悦的话题。 美食、美景、乖娃猛虫。 这些内容塑造了我们的外在形象, 也为我们提供了内心的平衡, 让我们能平静面对生活的种种不如意。 所以人们热衷于制造并传播令人愉快的话题。 但愉悦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愉悦就像漂浮在海洋上的一层泡沫, 无法沉到我们的内心深处, 无法掀起那种席卷所有人的感情之潮。 真正能掀起狂潮的, 是某种现实生活中无法直接获得的巨大的情感体验。 人们希望被这样的情感俘获, 参与其中表达自己的情感, 成为裹挟整个社会的情感之潮中的一份子。 正如前面我们提到的苏珊大麻, 这个平凡妇女身上迸发出的不平凡, 让所有不甘于平凡的人们看到了自己心底的渴望, 才造成了这个话题的飞速流行。 但大多数产品和思想并不具有感动人的力量, 而愉悦的情绪又过于普遍, 以至于很难迅速获得人们的关注和传播。 那么除了感动和愉悦, 还有哪些情绪能唤醒他人的情感共鸣, 并迅速推动传播呢? 研究表明, 在正面的情绪中, 会推动传播的还有兴奋和幽默。 这也很好理解, 当我们看到令人热血澎湃的极限运动, 冒险挑战, 以及风趣幽默的笑话、表演时, 都会由衷地想要把这种体验传递给别人。 除了正面情绪之外, 愤怒、恐惧等负面情绪也具有极强的传播力。 例如2016年底, 深圳一男子通过公众号发文, 为自己身患白血病的女儿募捐。 文章获得了大量转发, 并募集到300万的善款。 但事情突然出现了反转, 这名男子被爆出, 名下共有三套房产。 被人追问后, 更声称房子是留给儿子的, 所以不能卖掉为女儿治病。 众多公众号争相报道此事, 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回看整个事件就会发现, 一开始是普通家庭在面对重大疾病时的脆弱, 引起了人们的恐惧和同情, 继而是善意被利用, 催发了人们的愤怒, 让整个事件成为媒体的焦点, 被诸多公众号用来制造爆款文章。 其实很多公众号, 已经将这一招运用的炉火纯情, 他们热衷于从热点话题中, 寻找令人恐惧或愤怒的点, 来调动读者的情绪, 从而获得认同和传播。 究其原因, 并不是因为这些话题值得传播, 而是因为情绪具有传染性, 所以才得到了传播。 让产品和思想疯传的第四个关键要素, 是公共性。 人们绝不会公开讨论自己的内衣和内裤, 要想产品或思想获得传播, 首先要把它放在所有人眼前, 并尽可能推动更多的人注意它, 进而认同模仿它, 把它从私人的不公开的信息, 变成可见的公开的信息, 这就是公共性的含义。 心理学里有一个名为社会证明的概念, 也就是所有人都会以他人的行为做参照, 来调整自己的行为, 结果就是所有人都会下意识地模仿 其他人的行为和举动, 努力不让自己在公众场合下显得独树一帜, 而人们这种互相模仿的天性, 恰恰构成了很多行为或思想传播的根源。 2014年, 波士顿学院的一名前棒球选手, 发起了一项名为冰桶挑战的活动, 这个活动目的是让人们关注 剑动症这一罕见疾病。 活动玩法是这样的, 挑战者要将一大桶冰水浇在自己头上, 并将视频上传至网站, 完成挑战后, 可以在社交媒体上点名好友, 邀请对方也进行挑战, 如果对方不接受挑战, 就要为剑动症治疗基金捐款。 这个看似玩笑般的活动, 在极短时间内风靡全球, 吸引了众多体育明星, 好莱坞明星和硅谷的互联网大佬, 比尔盖茨, 扎克伯格, 篮球巨星勒布朗詹姆斯, 著名歌手泰勒斯维夫特, 以及美国前总统小布什, 都参加了冰桶挑战。 这一活动传到中国之后, 周杰伦, 张子怡, 周鸿一, 罗永浩, 雷军, 王石等一干明星和大佬们都参与其中, 并兴致勃勃地拉来更多朋友参与。 根据统计, 仅在美国就有170万人参与了冰桶挑战, 250万人捐款, 总金额达到1.15亿美金, 大幅刷新了基金会此前的捐款记录。 为什么这个活动会如此流行呢? 有这样的几个关键。 一, 活动有极强的可视效果。 二, 容易模仿。 三, 自带社交传播因素。 我们来看一下活动的设计。 首先, 被当头浇一桶冰水的狼狈样子, 尤其是那些著名人物的狼狈样子, 很吸引点击, 容易传播。 其次, 冰桶挑战并不困难, 一桶水, 一些冰块, 往头上一浇就行。 然后这个活动的目的是慈善捐款, 所以参与者非常自豪, 愿意传播。 在社交媒体上点名好友, 传递这份蕴含善意与恶意的期望, 让活动本身又具有了病毒式的传播力。 我们再来看一个产品设计的案例。 耐克曾为著名的自行车运动员阿姆斯特朗, 设计了一款专门的万代, 希望销售这个万代并使用所获收益成立阿姆斯特朗基金。 这条万代是鲜亮的黄色, 极为引人注目。 在耐克公关机器的大力宣传下, 黄色的万代成为坚持进取的信念标志。 我们从传播的角度来看这条万代时就会发现, 对佩戴者而言, 这是一种自我展示, 这正是他们购买万代的目的。 而同时, 他们也在为产品做宣传。 一旦戴上这条鲜黄色的万代, 无时无刻不再吸引着周围人的目光, 形成社会证明, 引发他人的好奇, 进而让人模仿。 这条万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首批的500万条在6个月内销售一空, 最后在全球售出8500万条。 这正是公共性为人们提供了跟随和模仿的机会, 让人们得以借此分享对产品和思想的感受。 接下来我们解读第五个关键要素, 实用价值。 人们喜欢传递实用的信息, 所谓实用就是那种你觉得有用, 还觉得别人也可能用得上的信息。 归根究底, 人们心中都留存着想要帮助他人的意愿, 而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和商业服务, 又很少给我们向他人提供帮助的机会。 于是有些人把他们的良好意愿, 变成了转发到朋友圈和微信群的各种公众号文章。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 怎么跟老板谈加薪, 你不能不知道的办公室政治, 跑步要这样跑才不伤膝盖, 不控制饮食也一样能减肥, 这样的文章在朋友圈里疯狂地转发。 除开前面所说的帮助他人的意愿在起作用外, 也因为大多数人难以抗拒心底那种仓鼠般的实用主义心理。 知识总是好的, 我可能用不上, 但了解一下总没有错。 我的朋友可能用得上这点信息, 我可以转发给他看一下。 而在这一过程中, 我们除了收获到帮助他人的满足感, 更实现了自我形象的塑造。 我见闻广博, 我精明能干, 我乐于分享。 这种无法宣之于口的动机, 让人们乐此不疲地转发。 除开产品或思想本身所具有的实用性外, 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心理学的手段, 增强信息对人们的诱惑力。 心理学上有一个锚点理论, 也就是, 人们会在心里设置参照物, 通过比对参照物, 来对产品进行评估。 无良的商家正是利用这一点, 把一件原价200块的衣服, 标价为300, 再告诉你, 现价只要180。 相比老老实实地告诉你目前正九折出售, 这种买下就省120的宣传, 肯定更能吸引顾客的注意力。 同样, 限量、 限时等宣传方式, 也有助于强化信息的诱惑, 推动人们传播。 例如, 规定每名顾客限购一个商品, 往往让人觉得, 这个商品一定物美价廉, 或者不赶快买就要卖光了。 在推动产品或思想传播时,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 在经过网媒和公众号的一轮轮洗礼之后, 网民们已经不太容易被空泛的实用性标题所打动了, 而是会更有选择性地打开推送到眼前的内容。 那么我们就需要再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点, 实用性信息应该简洁、 具体、 可用。 例如此前雾霾问题引起人们广泛关注时, 一个每天播报用户所在地PM2.5数值, 并对户外活动强度, 是否戴面罩等提出建议的小应用, 就被人们大量的下载。 再比如, 最近两年兴起的运动软件Keep, 正是因为提供了精确具体的健身方案和训练动作的视频演示, 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传播。 第二点, 不要追求过于广泛的实用性。 有时候, 针对特定领域的实用信息, 因为同类信息太少, 用户们反而会更乐于在同号间传播。 比如, 大多数人已经不再转发那些针对日常保健泛泛而谈的信息, 但对某些病患来说, 针对特定病症的诊断、 治疗和恢复信息, 因为极有针对性, 反而容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并因为病人间的关系纽带, 获得迅速的传播。 最后我们解读第六个关键要素, 故事。 人们喜欢故事, 从圣经的旧约到河马的史诗, 从会影片里的苏格拉底到论语里的孔子, 那些流传最广, 生命力最顽强的思想, 一直是各种各样的小故事。 要传达一个概念或思想, 用故事的形式来包装它, 最容易让人接受。 你记得一篇讲《谦让是一种美德》的文章? 记不得, 但是《孔荣让离》的故事, 你一定记得。 你记得一篇讲对恶人不能心慈手软的文章吗? 记不得, 但是《农夫与蛇》的故事, 你肯定不会忘。 你看, 借助故事的形式, 我们能提炼并融入产品或思想的核心信息, 进而推动传播。 只要人们传播故事, 就是在传播你的产品或思想。 几年前, 在美国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 有个叫杰瑞德的小伙, 因为缺乏锻炼, 饮食习惯不好, 体重飙到了接近400斤。 然后他一发狠, 开始例行节食, 中午吃素, 吃赛百味, 三个月体重降了90斤, 最后减掉了200斤。 这个小伙的故事一经披露, 就获得了广泛的关注, 电视和社交媒体都纷纷报道, 而赛百味品牌也借这个故事, 取得了很好的品牌传播效果。 我们分析这个故事, 会发现它包含了很多能引起传播的关键。 一,社交货币, 什么, 吃快餐能减肥。 二,食用价值, 三个月减重90斤。 三,情感, 体重400斤, 跌至人生谷底, 痛定思痛, 怒减200斤, 走上人生巅峰。 发生在小伙身上的这个故事, 用一种极为戏剧化的方式, 把赛百味的产品特性表达了出来, 让人们感到惊讶, 让人获得了情感体验。 一个产品的信息, 因为一个人的经历, 而成为了所有人都能理解并认同的故事, 从而获得了传播性。 当人们谈起杰瑞德的故事时, 不会认为这是在给赛百味打广告, 只会觉得是在分享一个励志故事, 甚至会为了验证故事的真实性, 而主动搜索相关的新闻, 进而关注赛百味。 但是利用故事传播思想的时候, 需要特别注意故事本身的逻辑。 大家可能还记得百合网投放的一则广告, 年迈的外婆在外孙女面前重复着同样的话, 结婚了吧, 姑娘痛下, 不能再慢慢挑了的决心, 选择注册婚恋网站求助。 在广告最后一幕, 外婆插着笔管, 生命垂微, 姑娘则身披白纱, 和一位连脸都看不清的男士走到病床前, 含着泪说, 外婆, 我结婚了。 这则广告引起了一片质疑, 原因在于, 虽然故事本身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但是背后却隐含对女性价值和家庭价值的否定, 进而让人质疑, 广告本身的理念是否正确, 这就是想使用故事却弄巧反拙的案例。 而一打口香糖的广告则巧妙得多, 一个在便利店工作的小伙, 暗恋一个常来购物的女孩, 但每次想要搭讪女孩, 却因为胆怯不敢开口。 一次, 女孩来到便利店买了一盒一打口香糖, 付款后却忘了拿走, 男孩举起口香糖对女孩说, 嘿, 你的一打, 女孩回头偏然一笑, 不, 是你的一打。 这个故事恰到好处地为一个口香糖品牌, 赋予了传递感情的内涵, 而这是你的一打这句话, 也在广告推出后变成了流行语, 正说明了一个好故事会具有多强的生命力。 所以如果你觉得很难从产品中找到某种令人惊讶, 能打动人的内在秉性时, 不妨试着给他一个故事。 节目的最后,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疯传一书的STEPPS法则, 也就是六条关键要素。 一, 社交货币, 人们在社交时交换话题, 话题可以塑造个人形象, 人们偏爱与众不同的话题, 因为他们想塑造与众不同的个人形象。 二, 诱因, 一些刺激会瞬间激发人们的记忆, 让他们想到相关的内容, 这就是诱因。 如果能在特定环境下激活顾客内心记忆, 引起人们的讨论, 就能让产品或思想成为社交话题。 三, 情绪, 有感染力的内容, 能激发人们的情绪, 特定的情绪能强化人们分享的意愿。 我们需要选择那些能激励人们共享的情绪, 甚至连负面情绪也可被应用来激发传播。 四, 公共性, 人皆有从众性, 所以要让你的产品尽量出现在人们眼前, 让人们模仿你的用户, 从而让产品获得流行。 五, 实用价值, 人和人之间倾向于相互帮助, 因此, 向用户推荐实用的, 值得信赖的内容时, 用户就会自发地向他人推荐。 六, 故事, 故事具有比单纯的信息更长久的生命力, 只要将产品和思想融入其中, 就能让人们在传播故事的同时, 传播我们的产品和思想。 疯传这本书解释了流行的秘密, 使用本书给出的steps法则, 能让你的产品、 思想、 行为快速抓住人们的眼球, 获得快速认同和广泛传播, 结出一张巨大的流行传播网。 好, 疯传这本书, 就为您解读到这儿。 精华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